警報聲 示警聲 除了告訴車主 還要兼顧下退歹徒的效果 但音量特別大 聲響也特別嚇人 萬一停不下來 就成了大麻煩了 除非車主趕快來解除 否則倒霉的就是周邊的人 得持續忍受魔音穿腦 汽車電機達人說 除了人為觸發 放鞭炮 或者是突然的大聲響 還是劇烈搖晃 地震等等 也會觸發警報 不然就是警報器的模組老化 或者是進水秀斗了 才會響個不停 我會一直想 想到電池沒問題 有可能他那個防盪力久了 秀斗之後也會亂講 所謂秀斗是指哪一部分或什麼 就他的控制模組裡面 可能秀斗 測試或怎樣 就可能亂講 萬一苦等不到車主來解除警報 民眾最好先報警 請警方來聯絡車主 前來處理 萬一聯絡不到人 或者是車主也沒辦法立刻排除 可以錄音錄影 向環保局檢舉 但除非環保局人員上班時間 帶分貝劑來測量 否則也很難具體開罰 但如果有第三人以上作證 警方還是可以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妨礙安寧開6000元以下的罰單 他有20小時都能值班 可是萬一他來的時候 警報器沒響了 對 沒響你就沒辦法 除非你去幫他錄音 網路上也有教民眾DIY 簡易氣密窗的方法 用隔音膠條或者是泡棉膠 把窗框跟窗子之間的縫隙塞住 或者是用沾濕的吸水紙巾 把縫隙填滿都能降低噪音 如果住大馬路邊常有噪音干擾 或許最好還是花點錢加裝氣密窗 讓自己耳根清淨些 也避免被噪音傷害得神經衰弱 記者廖文斌 蔡小剛 陳廣睿 台中與您綜合報導